Hello,大家好,我是Britney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下一位香港著名的電影藝人 Steven Chow,周星馳 我小時候聽過他的名字 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看過他的電影 不過為了大家,我都不管多艱難 都要搜集足夠他的資料給大家看一下 我總共看了十套他的電影 今天就介紹我最喜歡的五套給大家 首先我要給大家一個警告 如果你對於一些無厘頭的喜劇沒有興趣的話 你可能不會喜歡周星馳的電影 但是如果你喜歡的話,這幾套電影就會適合你了 那我們開始吧! 第五位是師兄撞鬼 消防局,不是CID 有幾次樣 在這套電影裡,周星馳飾演一個身上瘟的典賊 阿星 有一天,一個被謀殺的警察的冤魂 找阿星 希望他可以幫他找到殺他的兇手 第四位是審死官 這一套是一部清朝時代的古裝片 周星馳飾演戲裡 一個在廣東省著名又貪污的壯司 宋世傑 另一位著名藝人,梅艷芳 飾演她一個心地善良 但是又十分之潑辣的老婆,宋夫人 為了不想再給個天,再懲罰她 宋世傑答應她老婆退休,不再做貪污壯司 但是退休了不太久 她為了要幫一個被告謀殺罪的寡夫申冤 她又要重操故意 第三位是破懷之王 全部學習很貴的,而且還很辛苦 我不怕 因為我要成為一個最強的人 very good 破懷之王是一套浪漫喜劇 周星馳飾演一個經常被人欺負的送快餐小子 何金銀 何金銀為了要追捕電影中的女主角Lily 在亂打亂撞之下學到長等功夫 最後又可以報仇 不再被人欺負 還有,女主角是一個CVC 第二位是少林足球 沒錯,我們學的是少林武功 所有武功的確是等,是我的等 周星馳飾演一個很有功夫天分 但是一直都屈屈不得知的少林 功夫小子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星被一位足球高人發現他有踢足球的天分 鼓勵他組織少林足球隊參加比賽 我真的很喜歡這部電影 他裡面每一個少林足球小子都很厲害 又有自己的絕招 超搞笑 好了,現在最後一套我最喜歡的周星馳的電影 就是功夫 周星馳在戲裡面飾演阿星 一個街邊流氓 阿星其實他武功一般的 所以他只可以假扮虎頭幫 向村民敲炸 阿星想不到 這一班村民 個個都好打得 有些還是沒有攻高手 打到阿星他們落花流水 這部電影的故事內容很有趣 人物的造型很灰狹 動作有刺激 這五套就是我最喜歡的周星馳的電影 全部都可以在Netflix或者Amazon找到的 一邊看戲一邊去學廣東話 其實是一個好好玩的學習方法 就算你是初等的程度都不要緊 試一下用英文字幕去看一下 其實最重要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廣東話的環境裡面 很難說的,你有可能會聽幾個字的 那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了 今天是這麼多了 你有沒有看過周星馳的電影呢? 你覺得怎樣? 你最喜歡哪一套呢? 在留言告訴我吧 拜拜 拜拜